今天来到了一个废弃的酒店 这应该是个酒店 走 我带大家进去探秘一下 哇 看它这个外表 玻璃都已经碎了 大门是敞开的 这里边这么破了 有人没带 这是它的吧台 哇 这上面还有个电视呢 这一楼就是餐厅了 哇 这餐厅这俩字好老啊 这墙上以前应该是有壁画 壁画现在都没了 哇 这个地方有好多仪器的沙发 这整个房间里边冷嗖嗖的 咦 咱们走到了它的食堂了 这里有个大冰箱 废弃的 这应该是案板 可是院子里边全是草 来 咱们看看这个屋子里边 哇 这里边好多的镜子啊 这地儿应该是个更衣 更衣化妆的一个地方吧 怎么这么多镜子呢 咦 咱们好像走到头了 哇 这里边怎么这么黑呢 咦 这有一个暗 暗道 这里好黑呢 有人没得 这应该是吃饭的包件 写着哑五 有人吗 空的 地上怎么这么黑啊 哦 这里边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在里边啊 哎 好像是吃饭的小火锅 你们看到了吗 吃饭的小火锅 哇 这是个仓库啊 好多盘子 还有酒 这叫浦山酒 十泉大补酒 哇 好多酒瓶子 还有汉堡生皮 这名字怎么像外国酒呢 青岛鱼大 恒大 哇 这个酒 这个酒包装都没打开呢 很大 这酒我都没见过哎 你们见过吗 啊 口子都没打开 估计是过期了 哦 这次好像真的是走到头了 这边还有个大镜子哦 哇 这好像是个大凶之地啊 哇 这个楼道里边黑漆漆的呀 哇 这个楼道里边黑漆漆的呀 有人没得 哇 这上面看着黑漆漆的 上面看着黑漆漆的 上面这么破了 这有一个歌舞厅 然后这边有一个娱乐厅 咱们先去歌舞厅吧 我去看这边好黑啊 有人吗 这 这谁摆摆号 哇 这墙上的这些人 哎 这电视都扔到地上了 这 这个歌舞厅感觉不大哈 这有个吧台 这里应该是包尖 独立的沙发 哇 这里边还是挺黑的呀 咱们上去这个娱乐厅看一下 哎 除了几张沙发以外 没有看到娱乐厅的地方呢 没有看到娱乐厅的地方呢 有人吗 哇 好一个大厅 但是没看到人 啥都没有了 这又是一个走廊 这里应该就是客房部了吧 哇 看着好恐怖的样子 哎 这怎么这个样子呢 哇 这里边是个浴室 床已经被人搬走了 哇 嗯 这好像是个康复牌的热水器 哇 这个地方 用钉子 把门给堵住了 但是被什么人打开过 我们进去看一下 哎 又是一个吧台 211 这里应该也是客房 不过这个客房 这个这里边的这个客房部很隐蔽啊 啊 地上怎么还有水 有水呢 这边的客房部 挺空的